李倩梅得知王林迎来生死危机后 他不顾师尊的阻拦 甚至选择与师尊以及整个破天宗断绝关系 也要前去寻找王林 书接上回 当王林解决完刘金彪的事情后 他便回到归原宗对着众人说道 你们先行前往七街星域 我还有钥匙处理 日后会有机会 我会去七街星域找你们 吕燕飞文言露出一抹失望之色 他明白以王林的修为 绝不会在归原宗长久居住下去 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会这么快到来 而后吕燕飞咬着下唇对王林一躬身 便带着归原宗所有弟子踏入传送阵 前往了七街星域 王林看向这些归原宗弟子的离去 他不禁常叹了一口气 因为王林对于归原宗还是有些感情的 在这里他度过了云海最初的一段时光 更是在这里拥有了云海吕子号的身份 紧接着王林独自一人盘坐在了归原宗的广场上 喃喃自语道 我推演的一切出路 结果全部都是死亡 即便是前往了七街星域也是逃不掉的 但我王林一生逆休 既然无路可逃 那便杀出一条血路 若我此番劫难不死 早晚要让第三部大能在我面前低头 只是推演出的一线生机与那玉佩有关 可眼下玉佩与天逆珠都消失了 又该如何才能化解 王林在思索了很久之后 他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两把短剑 这都是他在七彩界所得之物 但上面的封印他始终都没破开 面对这次的死结 王林决定强行解除封印 为自己增添一份对抗三部大能的力量 与此同时 李倩梅再回到九阶新域的破天宗后 三个长老以法阵将其囚禁了起来 避免李倩梅因王林的事情做出过激的反应 不过李倩梅并不知晓其中的原因 他望着远处的师尊开口问道 师尊 倩梅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必须要囚禁我三个月 破天宗主思索了很久后 才开口回应道 你可认识一个叫做吕子浩之人 那便是我困你三个月的原因 李倩梅文言心神俱正 察觉到了一股生死危机降临到了王林身上 甚至就连自己的师尊都无法撼动 唯有紧急召回自己 才能保证安全 只不过李倩梅得知王林面临生死危机后 他怎能坐到无动于衷 而后李倩梅跪倒在了地上 深深刻了一个头并说道 师尊 倩梅自幼孤女 是您教我成人 传我道理 只是如今 倩梅要离去 养育之恩 倩梅若有来生 定万死报答 破天宗主看向李倩梅露出复杂之色 是他将李倩梅抚养长大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个弟子的性格 紧接着破天宗主说道 我就是知晓你的性子 才会在察觉此事后 让你立刻返回破天宗 此事莫要再说 你在这里安心闭关三个月后 方可离去 李倩梅顿时感到心中传来一阵剧痛 并喷出一大口鲜血 他非常坚决地说道 师尊 你可以不让弟子离开 但你不能阻止弟子到校 破天宗主看到李倩梅吐血后 眼神中的坚定立刻变柔软下来 他抬手挥出一道印记落在李倩梅身上 让其紊乱的原力生生被压制了下来 他知道可以阻止李倩梅三个月 但却无法阻止李倩梅的一生 而后破天宗主冷声说道 你可要想清楚 踏出法阵 就再也不是破天宗门人 也不再是我的弟子 紧接着破天宗主刨袖一展 将束缚李倩梅的封印法阵封碎 李倩梅看向师尊同样感到无比心痛 毕竟破天宗是他的家 师尊是他的父亲 但此刻却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 最终李倩梅跪在地上 深深磕了六个头 转身向着天际茫然地飞去 等到李倩梅彻底消失身影后 破天宗主脸上的忧愁之色越发浓郁 但一旁的长老却是怒吼道 那李倩梅一旦得罪了水稻子前辈 神宗一怒 我破天宗怎能承受 此事我要禀告给神宗 一旦神宗降下责罚 你要付出应有的代价 破天宗主看向那位长老怒斥到一身滚 顿时便有一股天人衰竭的力量 将那位长老郑的肉身破碎 破天宗主继续怒斥到 破天宗给神宗做了两万年的奴才 没想到你们就连星星也被奴役了 李倩梅若是招惹到了水稻子 老夫会一人承担所有责任 另一边 李倩梅像是一个没了家的女孩子 带着茫然飞向了五街星域 她本就是一个孤独的女子 自幼因为一头蓝色绣发遭受排斥 是破天宗主给了她温暖 可如今她却选择为了亡灵而离开破天宗 这所有的一切 李倩梅自己也不知道是对是错